这就是我今天穿的 这个是一个威脸的毛衣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毛衣 里面的话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连身裙 这个裙子其实是这样 它是mango一个过时款吧 今天夏天的时候 我就已经看到不同的博主在穿了 它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黄色的条纹 然后我朋友去荷兰的时候 正好有打折 所以我就 就让他帮我买了一条 主要是我觉得 它这个裙子的 怎么说呢 比较好搭吧 能穿的形式比较多变 你可以单穿 夏天的时候可以单穿 秋天的时候也可以 它里面还可以加一个高脸 它其实这个衣服是 并不是这么宽 它还有个腰带 腰带的话 手要就是这样的 长度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点长了 我穿了一个长靴在里边 因为 因为我早上试了一下短靴 我觉得这个长度 如果再加一个短靴的话 身体会被分开 所以穿一个长靴感觉不那么违和 然后可以像 我今天穿的这样 外面套一个 V或者圆脸 今天下雨 但是其实温度不是很低 大概在 4度到8度之间 而且我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坐车 所以 并没有感觉到 特别冷 所以大家如果 如果跟我有相同的 情况吧 可以考虑一下 这样穿 是我里面 靴子里面还穿了一双丝袜 然后外面是一个 毛绒绒的外套 这样绒绒的外套 这样的天气 我觉得这样穿不会很冷 我是25号的飞机到了美国 坐的是挪威航空 它应该是一个连航吧 因为我是从伦敦 Gatbaker机场飞到芝加哥 大家如果有个考虑 从英国来到美国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挪威航空 可以直接去它的官网 官网的话价格真的会比较便宜 我是从距离我出发时间比较近 前几天才订的机票 但是它的价格并没有怎么上涨 大家如果坐那位航空的话 一定要记住提前买吃的 因为控制人员会根据点单的人员派餐 然后当时他们推的小堆车过来的时候 先是问了我右边的女生要吃什么 然后问了我 所以我左边那位男士就非常激动 就是整个人就坐起来 但是他并没有提前点餐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这种尴尬的情况 我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